较早之前因为受到黑客群体的攻击 NVIDIA的40系显卡可谓是被扒了个精光 而其最新的消息显示 40系显卡或许不叫40系 而是直接改名为50系 同时除了性能翻倍外 其的价格也会保持相对稳定 并不会大幅上涨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按照往年的计划 40系显卡在今年年底发售 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但其的性能究竟如何 相信玩家们也是期待满满 而根据此前泄露的消息来看 40系显卡首发将包括RTX4090 RTX4080和RTX4070.3款 并且都将会采用台积电5nm制程工艺 基于全新的AdA Love This架构打造 其中RTX4090将会采用顶级的AD102300核心 拥有144个SM流出力器单元 和多达18432个空袋核心 相比目前RTX3090的AD102核心 直接是增加了71%的规格 除此之外RTX4090还将首发引入缓存加持技术 将6MB的L2级缓存扩充16倍至96MB 但同时RTX4090还将会配备位宽为384bit的 224GB GDWX显存 并提供高达21Gbps的显存速度和108G每秒的显存带宽 而这一点也与目前的RTX3090Ti一致 至于电源接口方面 至于目前RTX3090Ti的12Pin转3×8Pin转接线是运行良好 所以RTX4090也将会继续沿用此设计 然而根据推特用户Kimi表示 由于RTX4090会进一步支持PCI 5.0协议 同时期的TDP功耗将会突破600W 所以如果使用老旧电源的话 则需要采用4×8Pin或者单16Pin的转接线 不过要是有新电源的话 则直接采用PCI 5代的电源线就好 但要我说 老黄要不干脆在显卡上直接设计220V的电源接口 显卡外接电源将既方便又实用 省得那么麻烦要用转接线 你们说是吧 至于在性能方面 根据硬件10代的消息显示 RTX4090的理论性能将能够达到90TV电 相比目前的RTX3090基础性能提升1倍 光阶性能提升2倍 但需要注意的是 至于目前的3D系显卡还在纷纷降价 所以等到RTX4090问世时 其的价格将会相当保守 国内预计189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12,092元 相比目前的RTX3090涨了400美元 来到了与RTX3090Ti的同等价位 根据PGN的消息显示 与此前不同 定位主流款的RTX4070 将会基于次旗舰的AD103核心打造 拥有76个SM流处理器单元 9728个QDA核心 76个光追单元 以及304个张量内核 同时器也将配备 未宽为192bit的16GB GDDR6显存 整卡TDP功耗为300W 作为对比 目前的RTX3070基于了GA104核心打造 拥有46个SM流处理器单元 5888个QDA核心 46个光追单元 以及184个张量内核 整卡TDP功耗为220W 但是在性能方面 RTX4070的平均性能 却要比上一代期间RTX3090高出至少10% 而在光追游戏中更是高出了50% 完全是月季般的挑战 这足以可见Ada Lovelace价格的强悍之处 至于售价方面 RTX4070更会保持与RTX3070相同的499美元官方值到价 也就是约合人民币3176元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RTX4070将会是40系显卡中最具有性价比的一张卡 除此之外 根据WCCFTX的消息显示 目前我们称之为的40系显卡或许会改名为50系 也就是RTX4090会是RTX5090 RTX4080会是RTX5080等等 但这目前还仅仅是猜测 等NVIDIA正式官宣就好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等容了 而你的RTX30将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当然也不要忘记在拼多多搜索81452 享受百亿补贴折扣福利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